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昨天晚上我给眼前的这五颗蝴蝶兰泡了一小时左右的肥水 之后把肥水倒掉,然后空瓶待了一晚上 那现在我打算把水加到正常的水位,然后放到他们现在待的地方 那现在呢,就通常呢,这些蝴蝶兰呢,在这个窗台上 在这一排花的后面紧贴着玻璃的位置 这是我地下室的东窗,光线呢还不错 但是温度比较低,大概是不到20度,接近20度的样子 那我发现呢,这五株蝴蝶兰其中的四株呢,开始长花芽了 之前呢,有不少朋友问过怎么样区别它的花芽和它的根呢 尤其是在刚刚开始长的时候呢,不太容易看出来 其实呢,有两点,这两点呢,如果你注意到的话呢 就一定可以知道是花芽还是根 那就看这一颗,先看这一颗 这一颗呢,比较容易区分 因为呢,它的花芽 你看左边这个是花芽 已经比较大了,容易看出来 通常看的两个要点呢,就是 第一,看它的位置 位置呢,就是它一定是和叶子对齐的那个位置 或者呢,是出现在叶子的中间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叶子中间的位置 或者是和叶子对齐的这个位置 一定是在这里 如果是根呢,也有可能出现在这里 但是呢,根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方向 但是花芽呢,一定是在这里的 第二点呢,就是看它的模样 根呢,它的出来的时候 它的尖呢,是圆的 你看旁边的,它就是圆的 但是花芽呢,出来的时候呢 它是尖的,非常的尖 是一个薄薄的一片,尖的 模样呢,像一个小孩子的手 说的准确一点呢,像一个小孩子的小手套 就是这样 两点,一个是位置 一个是模样 那看这一棵呢 这一棵呢,叶子比较多 所以呢,它这次的这个 花芽呢,就在两个叶子之间 在这里我找到了 在叶子的中间 这里呢,有一个花芽 刚出来,你可以看到 它是很扁,很尖的一个小芽 这个呢,就一定是花芽 位置和模样都没错 这是这个 再看一个吧,最后一个 这个呢,叶子只有四五片 但是这一片呢,下面没有叶子 但是的话,你可以看到 它在叶子的中间和这个叶子的中线呢 对齐 这个小小的绿色的点呢 就是一个花芽 你可以看到它是尖的 如果是根的话呢,它出来是圆的 这样是不是就很简单 很容易区分蝴蝶兰的花芽和根呢? 冬天呢,是兰花的季节 蝴蝶兰,绝大多数蝴蝶兰开花的时候呢 也是在冬天 如果你也有蝴蝶兰呢 你不妨去检查一下 也可能现在出花芽了 因为现在呢,正是出花芽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我的video呢,请你点赞 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video呢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谢谢 谢谢